总统蔡英文到苗栗呼吁 乡亲终结国民党黑金正志 将票投给民进党籍的县长候选人徐定真 不只有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也来了 这种黑道不够格 来担任我们苗栗县的县长 看到政府总统两人都到场站台 徐定真似乎充满了信心 向相亲保证自己一定会赢 同样是邀请到大咖来站台 国民党候选人谢福宏 要强调自己郑南军的身份 邀请前总统马英九到场 两人并肩走入会场 马英九到场送葱送好彩头 还送一个马匹雕刻艺术品 希望能够马到成功 相交与谢福和徐定真都邀请大咖助选 中东景则是参加其他人的总部成立大会 一路上不断和乡亲们握手之意 中东景似乎选择要以深入基层的方式 来获取民众支持 对于蔡英文和耐心的批评 要拒绝黑道 终结黑金 中东景团队回应也很不客气 这次换中东景团队抛出议题 要求徐定真公布自己的选举 经费来源 也呼吁 如果徐定真无法说明 检查单位应该要适时介入 新政院长苏贞昌 今天下午来到南投 来替民进党籍的南投县长候选人 蔡培会站台宣扬政绩 而国民党籍的县长候选人许舒华 没有大咖陪跑行程 他选择到市场来拜票 展现亲和力 新政院长苏贞昌和民进党籍 南投县长候选人蔡培会 在埔里清水共农公园预定地 发气球给大小朋友拉近和相亲之间的距离 苏贞昌说他看见 埔里清水共农公园的改变 还说要归功于蔡培会和埔里镇 掌料制成的努力 更认为选队人对乡镇市改变 会有感接着抨击 说他来南投视察时 县长林明珍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另一头他的对手 国民党籍南投县长候选人许淑华 则是跑到中兴新村的市场和民众 拔钢警 许淑华挂上耳麦 卖力宣传自己 这次没有大咖赔 但他还是卖力 紧握每个相亲的双手 展现亲和力 放假日许淑华选择回房南投市的老镇村 巩固蓝营基本盘 绿云则是用镇级评认同 双方各出招 积极争取选民的支持 华信用银水 谢谢中族大响南投报道